中大護理生患絕症跳橋 19歲姓姐的男生患了罕見的多化性眼化症 努力讀書的他考進入中大的護理系 可惜病情惡化,昨晚留下遺書 說自己因病厭世 就在連駐河線行工程學大樓 及蒙雲偉工程學大樓的行人天橋上 跳下來,純亂搶救後不折 與ALS類似的多化性眼化症 是大腦及脊髓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主要是通過藥物延緩病情惡化 未有根治的方法